弟弟去远逐,让他喜欢大自然 下一句,有一个同学,他想要当作家 我们来看看,他当了作家,想要做什么呢? 第一句,如果我当了作家,我要陪伴我的读者 让他体会想象世界的美妙 你说,他是不是很厉害呢? 再来,有人要当机长哦 如果我当了机长,我要带着我的乘客 让他看遍空中的美景,非常的好 现在就换你试试看哦 我们再重复一次,我们刚刚的句型 如果我当了人,或者是物品 我要做什么事情,让他 我期待让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或者是让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收获 请你动动笔咯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在生活当中,同学们如果换了一个角色 换了一个身份,他们最想做哪些事情呢? 我们来看看,他当了爸爸之后,想要做什么呢? 第一句,我要带着他一起去打球 再来,我要和他一起组装机器人的模型 这位爸爸人真的是非常的好 看一下第三句,我要带他同游儿童乐园 这位爸爸带着小朋友做这三件事情之后 他希望他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他希望他的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 如果我当了妈妈,我要和他一起组装机器人的模型 我要带他组装机器人的模型 多彩多姿的生活,充满期待 如果我当了医生 我要发明有效又不痛的针头 我要在游戏室看病 我要发明甜甜的药 让小朋友不怕看医生 如果我当了铅笔 我要将身上画上七彩的颜色 我要让笔心永远不会短 我要让小朋友顺利完成作业 让每个小朋友都能快乐学习 同学们,相信看完梵文之后 你一定更有把握将今天的作文题目表现得非常的好 别忘了你要运用观察力 仔细地观察,用新的感受 来运用你丰富的想象力思考一下 如果你当了这个角色,你最想做什么事情呢? 现在要换你大展身手啰 今天的席作是 请你模仿席作第九页的形式 将它写下来 题目是 如果我当了 第一题 如果我当了爸爸或妈妈 中间你要告诉老师 你当爸爸要做哪三件事? 如果你当了妈妈,你要做哪三件事? 最后,你想要让小孩获得什么样的结果? 那你今天第一篇就会非常的完整 接下来有一个高阶的挑战 你可以告诉老师 如果我当了什么人或什么物品 我想要做哪三件事情呢? 最后,我期待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你的高阶挑战也完成了 今天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小作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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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